我们偶尔录一下粉色故事 那但是总会有人点道赞 我看了不是很爽 不过我还是会录 因为我就觉得这也是好玩的 而且这个英文多半也不错 而且今天这一篇 其实是没有太多情色的部分 他就是写的很唯美 两个人在亲吻前的一种唯美的描述 大家好我是Paul 周遇到周五英文起读 来先看一下他的标题叫做 Ignited Hearts Ignite这个字就点燃 像我们汽车在发动的时候 那个 那个就是 我们这个点火 说的点火怪怪 发动了 发动汽车那个地方 那个地方就叫ignition 所以turn on the ignition 就是把车给发动起来了 所以他们的心被点燃了 Ignited Hearts 所以Ignite这个字 点燃 来吧 我们先读一次 结束 来从头看一次 所以是A lightning bolt of electricity 简单就是一道电 一道闪电般的电流 电是电 闪电是闪电 闪电的英文就是lightning 其实 所以他说是A lightning bolt of electricity 他的这里的lightning便用成是 信用词 所以一道什么什么 他用bolt的这个字是OK的 so a bolt of electricity 是可以的 这样 那再加一个形容词 闪电般的在前面 也就OK了 lightning OK 那这个lightning的腾 多半鼻音带过去 lightning lightning OK 好 那crackle这个字就是声状词 又是 这样子 OK 所以我们一般讲到电的声状词 就是用这个字 所以这个电呢 就流流流流变了他全身 这样的crackle through me the moment our eyes met 就在他们的眼神交汇的时刻 他的电流就流满全身 那这个the moment这个字 其实就很可以拿来展开一个时间复词字句 我再说一次 the moment这个字 能够展开时间复词字句 对文法不熟的同学 你会告诉我现在在讲什么 所以我们稍微再说的细节一点点 我们讲时间的资讯 多半是复词 例如说我五点的时候吃饭 主词动词是我吃饭 五点是时间方面的资讯 它的词性是复词 so I have lunch at five 这个at five就是五点嘛 那它就是一个时间复词 可是有时候时间复词 会是止句的状态 也就是完整的句子 例如说 当我肚子饿 我就会吃泡面 当然是不健康 反正我们在造句嘛 so when I'm hungry when I feel hungry 或者每当我觉得我肚子 whenever I feel hungry I go for instant noodles 所以这个when I'm hungry 就是时间复词的字句 因为里面有 I am hungry 这个完整的句子 所以when可以带出一个 时间复词字句 when这个连接词 the moment也可以 所以我一看到你的那个片刻 我就爱上你 所以when I see you I fall in love with you 你可以想象这个句子 我们还是用when来做连接 可是when在这里用的 就不是非常的恰当 因为我刚说的是 我看到你的那一刻 对不对 那when没有那一刻的感觉 所以我就可以把它改成 the moment I saw you I fell in love 所以the moment I saw you 是不是一个句子 是前面带了一个the moment 中间还少了一个that的连接词 but that's ok 可以省掉 所以回到我刚前面说的 the moment 可以带出一个时间复词字句 听懂了 我都没打出来 但我觉得用讲的也 大概听得懂 ok 所以这里就是这样的做法 the moment our eyes met 所以我们两个眼神交汇的时刻 电流就流他全身 he stood tall and commanding 他站的呢 是tall 这个不是翻译成高 如果今天是单纯的形容词 he is tall 那就是他是一个很高的人 那没问题 可是我们可以不用is 我们可以用stood这个词当作动词 那这个会翻译成是站得很直挺挺的 ok 丝毫没有弯腰驼背 he stood tall 像那个我们讲说 model在教人走台步的时候 他就这句就是很常说的 you have to stand tall 就是站得很挺直这样子 那我现在做的姿态 就是靠在我的椅背上 so I'm sitting in a relaxed state 可是我如果今天做得很挺直 我也可以说 I'm sitting tall 是没问题的 所以tall这个字 不见得翻译成高 ok commanding是很有命令 就是有威严 command就是命令 so he stood tall and commanding 所以这个人就散发出了一个 一个alpha男的一种概念 的一个气场 so he stood tall and commanding exuding an irresistible alpha male energy 所以exude这个字就是散发出 ok exude 发音是exude 一个令人无法抗拒的 irresistible的一个 alpha male的气场 所以alpha male是什么 这就是我们讲说那种把妹的那种专家 PUA的社群里面 把男生分成不同的种类 alpha male就是领袖级的种类 alpha往下有beta beta就是专门跟随别人的这样子 还有一些其他的 像例如说你是一个 i don't know 理工宅或之类的 你有特殊技能 你可能就不算beta 你算是其他种的 不晓得 但总之很多 excuse me 但很多男生 毕生的冤枉就是成为一个alpha男 因为说真的女生有木强的心态 如果你知道在说什么的话 good for you 不知道也无所谓了 女生会想要跟强者在一起 所以成为alpha是很多西方人 就是教育中会慢慢灌注给男生的一个概念 所以这个东西 quicken my heart 令我心跳加速 heartbeat对不起 heartbeat是一个字 心跳加速 heartbeat是心跳 teasing flirtations and laughter bridged the gap between us 所以有个东西 把我们中间的红沟缩短 动词是bridge bridge就桥 它可以当动词 就是把一个gap bridge起来 很生动 什么东西把这个gap bridge起来 就是teasing flirtations and laughter laughter就笑 所以他们两个之间的笑语 拉近的距离 以及还有teasing flirtation flirt这个字就是调笑 就调情 它本身就是动词 但这里要的是一个名词 因为它是主词 所以笑跟另外一个主词 缩短的距离 所以它就不能用flirt这个动词了 它就只要把它变成flirtation 而且它强调一个形容词tease tease其实也是动词 也是调笑的意思 把它变成一个形容词teasing teasing flirtations OK 然后创造出他们两个都非常的疯狂的期待彼此 所以刚刚这句bridge the gap之后 creating a frenzy of anticipation 好可以 frenzy就疯狂这样 那身上每一条神经都渴望它的触摸 every nerve in my body ache for his touch agge这个词 a-c-h-e 一般来说是名词 就是疼痛 比如说头痛就是head ache 不会念那么开 就是head ache 肚子痛 stomach 加上ache 合在一起 stomach ach 但这里的ache呢 你可以想象它 想要它的触摸 想到都痛了 这样子 很生动的一个动词 every nerve in my body ached for his touch 空气中仿佛有电流电极般 the air was charged with the promise of something thrilling 所以被什么东西给像是电极般充电了呢 就是一个对于后来的发展 令人兴奋到会发抖的发展的一个承诺 中文听起来好奇怪 so anyway the air was charged with the promise 所以空气中有这么一个承诺 什么承诺呢 something thrilling OK 下一段 最后一段 他不能够抗拒 因此他们的唇就撞在一起了 unable to resist our lips collided collide就是相撞 lips collided in a blaze of feverish desire blaze就是火焰 所以在一个什么的火焰 中唇相撞 什么的火焰呢 发烧般的 燃烧般的渴望 欲望 所以fever这个字就是发烧 I'm having a fever 就是我在发烧这样子 那还有一个那种周六夜狂热 saturday night fever 所以他的形容词变成feverish OK 所以feverish般的一个欲望 所以这就是有文 所以用一个hyphen之后 a kiss that broke down all barriers barrier就屏障屏幕之类的感觉 所以把这个东西给拆下来了 broke down the barriers 在那个时刻 at that moment I knew I was his 我就知道我是他的 那我就被什么东西给包住了 包裹住 inthrowed by the intensity of our shared passion OK 被我们所共享的热情给整个包围住了这样子 OK 来吧 我们再从头度一次好了 A lightening bolt of electricity crackled through me the moment our eyes met he stood tall and commanding exuding an irresistible alpha male energy that quickened my heart beat teasing flirtations and laughter bred the gap between us creating a frenzy of anticipation every nerve in my body ached for his touch in the air was charged with the promise of something thrilling unable to resist our lips collided in a blaze of feverish desire a kiss that broke down all barriers at that moment I knew I was his enthralled by the intensity of our shared passion 结束 好 希望你喜欢这个故事 我是Paul 我们下次见